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一长谈我们回来继续和大家讲一下 我们今次公投大家是否同意 将0.5%增加PSD的税收 来支持我们未来10年20年 大温地区捷运系统的发展呢 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世界日报的采访组副主任 朱冠华先生 Robert朱冠华先生 我们刚才上面谈到很多的 有关两边的策略了 其实其中一个很大的关键是 我们的市长们他们一开始就讲了说 我们不谈TransLink 好像跟TransLink全部切割 然后我们只谈说你们这个钱 就是为了我们以后子子孙孙的幸福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策略 造成他一路往下掉呢 其实我确实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这是一个投票 你要我们民众有个付出一个0.5%的税 讲真话这个影响真的不小 你以后买东西全部都要加5%的税 原来7%现在是7.5% 对 没错 再加上联邦税就12.5% 但是民众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他们这个切割 就是说如果以后真的如同NoSite那边讲的东西 就是说譬如说TransLink确实没有花好这笔钱 我们的交通基建 我们的交通基建未来的发展 不像你们现在市长跟我们讲的情况下 我们找谁负责 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上几年前HST那个东西 当时也是非常特别的一次公投 对象是谁 我们很清楚对象就是当时的Libro 甚至是当时的省长Gordon Campbell 就是我们大家有目标 甚至 冤有投债有投资 对 隔这么多年 就像HST后来被推翻了 大家讲到一气 那个Gordon Campbell 但是这一次这个事情 市长们去跟他切割的情况下 我们会有个疑虑就是说 如果未来没有到这样 譬如说隔个5年 对不起钱又不够 我要加0.5 我找谁负责 各个市长都没有办法负责 到时候这些市长可能就退休了 有些可能去高升了 或有些选举就没有再上了 你会发现没有个目标 就是而且大家会有个疑虑就是说 你这样子去切割 是不是代表说你没有办法 去帮我们监督他们的用钱 就像说之前虽然说我们刚才有提到 说找那个Jim Patterson 但是后来也想说他没有实权 他真的就是监察 他就看 他就去看字 他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所以说这个会加深民众的疑虑就是说 你这样切割是不是代表你不想负责任 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对话 是不是在Yes side他们的问题 也是他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就是说一直保持在一个竞选的方式 以及政治对话 他们缺乏了一个给民众一个清楚的蓝图 就是一个公司如果我要增资的话 我总要知道管理团队如何管理我这一笔钱 如何去implement实行这个宏规的计划 在这方面你们参加这么多记者会 他们经常去讲Yes side No side 到底对于这个蓝图有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对 我也可以跟您讲个笑话 就是他 因为这是Yes side 大概大关20多个市 只有两个市基本上的市长是 他们是不赞成的 所以大部分的市场 基本上他们都开过记者会 包括就是刚刚也讲文革华 Suri像是New West 都开过这几位市长 我跟别人讲个笑话就是说 你等一下去那个啊 他们会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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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去采访也可以去写稿子了 基本上可以去写完了 就是开个玩笑 但是意思就是这样子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 各个市长他们讲的东西差不多 但是你会发现各个市长 好像又各有自己一套想法 比如说温哥华当然是想要Broadway的 就是以后的Skytrain或者说是地铁 Surris他想要是青铁 新西民他想要是新的Botarduchio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他们在跟全时令切割之后 因为其实以后整体规划全时令要做 但全时令他无法去 如果他一旦发发 变成一个很像是各式单独的选举的话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 他们今天讲了很多讲了很多 就是说以后会有什么好处 但是我想请问大家 你能不能在你的脑袋里面去画出一个 未来20年30年甚至40年 我们生活环境交通会变什么样的一个图 在你的脑袋里面 我觉得很难 就是只问我要不要给钱 但是我给钱了以后20年30年以后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蓝图 连市长讲不出来 对 就像说今天 我今天要你投资一个高楼大厢 我倒给你告诉一个模型在那个地方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他们有啊 他们有一大本呢 对啊 那个一大本很仔细啊 什么有多少条汽车道啊什么那些 那是不是在你们采访过程当中 还有你们报导的过程当中市民是否买账呢 其实应该是因为他讲得很难懂 就是说他还是跟你讲一些比较 我们如果说以我的自己观点 就比较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 譬如说我讲 譬如说只要你交通的 因为塞车减少 可以省下你的交通成本 你以后2030年就15年的时候 你可以一年多赚一千两千块 我请问一下 这个东西真的我可以拿到手吗 不一定 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新的 新的一个大众捷运的网 到底对大家有些什么好处 而且事实上是怎么样的运作 这方面的资讯是非常的少 对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 大温市长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就是说Transt Link它的架构非常的特别 大温市长基本上对它的主控性 没办法很多 但是大温市长又各个有 因为大温市不像是大多市 它可以说很大一个整体的规划 这边好像还是各自为政 所以大家会有个疑虑就是说 你今天你各个市长讲了阵阳 会不会以后大家又 比如说又是温哥华这边一个 SERRY这边一个 它不是构成一个很顽强的一个 两吃大饼 对 但是它不是 因为其实很多人他非常喜欢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中长台日本 比如东京它的交通网 基本上非常的完整 大家去过就知道 香港也是 台湾基本上台北也是 北京像中国北京 你比较像上海 上海都是 都很好玩 就是我们会有个 就是大家只要从看过那些地方 就是说一个为完整的system 它应该长什么样子 但是今天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 在大湾市长他提供给我们 这些资讯里面 我无法去想像说 以后我们会一个系统会怎么样 我无法想像去 我们时间不多 对 我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以你采访这么久 还有尤其是民众反应 因为你们有很多读者 也都给你们Email来往 这样的问题 您觉得从现在到最后 决战关头 Yes side如果做什么东西 会让他翻盘 No side如果做什么东西 会让他也翻盘 不只是翻在比较negative方面 你觉得他们该做什么 我意思就是说 剩下最后这段时间 你所期待的是Yes跟No 他们该做什么 其实到现在英文一开始投票 他们能做不多 反而是外部的因素 可能会比较占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譬如说如果在 从今天到5月多 如果Skytrain 又有一次大delay的话 我想Yes side就完蛋了 但是如果说从这段时间 譬如说 当然我觉得不太可能 譬如省政府突然就说 以后全市民我管 我就我来负责 大家开始放心了 就可能就说 那就不可能 我觉得那不可能 但是就说 反而外地因素比较多 但是我确实觉得 我觉得加拿大人 基本上对于就是说 环保 未来发展 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期许 其实以我自己来观察的话 我觉得这一次 Yes side并不一定是没有 没有可以赢的空间 因为只要很多人一想就说 为了以后的环保 为了我子孙的下一代 或者就是说 有些人可能考虑到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给他这0.5% 以后我会不会给的更多 因为这个其实还是要的嘛 市场可能会从地税干嘛 我们没人知道 可能经由这些考虑之后 或许Yes side还可以翻盘 那比如说再来一个 Translink突然我道歉 我就是想问这一点 对 想问我道歉 因为我一直是觉得 在整个过程当中好像少 也许是我们亚洲人的思维 不管这些事情在台湾 在香港 在上海 很可能就是解决的方式 就是Translink Board 所有的Board Member 一起面对全国观众 一起鞠躬道歉 我们会改进 我们会进步 你觉得这样会有用吗 我觉得会有用 因为其实我最近跟别人聊 我是说我们要看结果 如果这一次投票结果 Yes side大赢 而且是大胜 基本上就代表说 加拿大人他还是以环保 未来发展这些为主 也就是说只要目的是环保的话 过程怎么样都不管了 对 手段对不对或者做事情的方式 得不合理也不管了 我也不会这样讲 但是就是说大家还是希望 寄希望于未来 但是如果说是只小赢 苏就不用讲 就算小赢的话 我觉得代表就是说 这边民众的观念 已经开始有一些的改变 就是说大家开始更去审慎注意 就是说你政客讲什么 你讲的对不对 你要从我荷包拿钱 因为其实以前我觉得 大家都觉得说加拿大人 蛮好讲话的 你也选取过 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点人生感觉 但是慢慢从我们移民开始多 我们看过就是说很多亚洲 譬如说他们在那边是他们怎么做 为什么你这边会做成这个样子 会有个疑虑 如果这个疑虑在 譬如说我们在 包括我们有很多本地的朋友 我们在跟他去聊天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或多或少还是会听到 而且这次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这是卑斯省史上 甚至加拿大史上一个很罕见的 就是说是政党就是不分 不分什么政党吧 不分你的左边还有右边大联合 去跟一个好像是小市民的一个 名义上的一个对冲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罕见 很罕见的一个情况对 对啊 所以更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必须要去投票 不过这次投票是一个 这次公投是一个邮寄的很复杂的 所以大家如果您收到这一个 省政府寄给你的这个公投包 应该是公投包好厚 你的记者里面有ABC三个信封 你要把那个选票写好了以后 放在A的信封 然后A的整个信封 你要封好A的信封 然后整个再放到B信封里面 把它封好以后在B的信封上面 写好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出生年月日 这样子选务组才能够 才能够确定你是你投过票 而不是别人去冒充你的票 然后整个包着A信封的 那个B信封 你再放到C信封里面封了 然后就寄回去 不管我们今天怎么谈 不管你觉得yes也好 no也好 最重要的一步 这是跟我们的荷包 跟我们的市民的权益 也可以说是跟我们未来 一二十年的发展都有关系的 谈归谈不投票 一切都是恍然 所以我们今天 前途世界日报的 主管华夫之一 来跟我们谈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最大的关键就是 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一定要投票 否则我们大家都是空谈 关心时事话题 也要用行动来表示 我们周一长谈 今天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收到投票封包 记住要处理 要寄出去要投票 多谢大家 我是礼拜佳BCD 下次见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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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